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手机这么一滑 好像不要钱似的 花钱起来特别耸 所以说一滑滑滑滑滑滑滑完以后就买了很多很多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在国外滑得挺快 对不对 但是货来得很慢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那种期盼当中那种煎熬 就是想到什么还不来呀 什么时候来呀 然后经常去查那个物流到哪儿了 啥时候到啊 那种心情很激切 而且很期盼 而且呢 这种获到了以后那种喜悦感 我是特别有这种体会 那么我呢 就是也滑了一个多月了 这已经已经滑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这一次好像快两个月这一箱才过来 所以说呢 一打开以后那就特别的兴奋 所以我想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次淘宝淘了一些什么样的好的 或者对身体特别好的一些健身的一些用品 和我的日常的用品 这样呢 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好 那么这个我打开以后呢 第一个 这个 这个 我给大家也比较隆重的推荐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一个鞋 小鞋柜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鞋啊 很多很多 最起码每一个人少说也要二三四双鞋 一年四季的各种一样的鞋二三十双 那么一家人的鞋呢 我估计像我们一家四五口人的话 没有八十双也有一百多双 那肯定的 每家每户起码都是一百多双鞋 那么这个鞋呢 就是有个问题了 就是要么就一地 要么就乱七八糟一柜子 即使把它放起来也是 反正看着很不整齐 那么现在我们都讲究极简 所以我就在淘宝上就淘了这个鞋柜 就是鞋柜 这鞋柜做好了是什么样呢 刚才那个是还没有包好的 没有 把它装好了 这个就是装好的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还有个小门放进来 你看拖鞋吧 起码可以放两双 这个是就是你要是那种皮鞋啊 球鞋啊都可以放 非常方便 一个小门 门还是个透明的 你在外面就可以看得见 然后就我呢就买了 我我这次买了差不多有八十个 八十个这样的 那么一放起来就是一排 真真气气 然后一眼就看上去 哎我这个鞋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非常方便 这样这是一个小鞋柜 那么第二个我看看有什么好宝贝啊 这个对 这个呢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也想了很久的哈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在呃那个电视 像电视购物上经常会有 这什么东西呢 就是就是一个清洗的一个 一个加热的一个机器 小机器 这个怎么呢 你看哈 比方说你那个你那个比较油烟比较大的 他这边有那个BBQ的炉子 还有一些汽车的一些轮胎 当然他还有烫衣服的哈 他还有你看 这个就是就是厕所里面的马桶 还有一些抽烟机啊 这个那个窗户玻璃 他有什么好处哈 他呢 他这个机器 他各种各样的头子 他这个你看已经说了 有六个头子 他各种各样的头子 不光是一个头子的问题 他可以加热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你比方说我们家抽烟机吧 一般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买那种 就是那种去油污的 这样的话 他可以把那个油污去下来 然后我们就擦擦擦擦擦 很用力气 但是他这个呢 不仅能够去油污 他可以加热 然后我们都知道 那个油污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喷头 你看他就像一个喷壶一样 把嘴一放 他各种各样的头子嘛 一放 你把它跑 走一片一加热 再配一点点那个去油污的东西 可能轻轻一擦就掉了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的家庭祖父做卫生的好帮手 这是我的一个第二个宝贝 那么再看看我们有什么第三个好宝贝 这个呢就是我买的那个 它叫 它叫水培花生芽盒 就是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说我们吃那种 豆芽呀 花生苗啊 各种苗的菜呀 这个发芽的菜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 但是呢就是移植我有一个困扰 就是你比方说我也分享过用那个 就是开水壶 就就那个茶水壶发豆芽 那个也很好啊 但是呢你老觉得它好像不太透气 而且呢我也买过各种各样的发豆芽机 所以实话哪天我发豆芽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们看 它们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但这个发豆芽机我很喜欢的就是 因为我们发豆芽的时候 刚开始发 包括发豆芽 发花生芽 包括小的各种各样的蔬菜苗 它刚开始的时候啊 都要把它遮光 那么这个我为什么要买一个 这个我已经买了很多了 为什么还要买这个呢 因为它有一个遮光盖 但这个我就没有打开 我就告诉大家一下 它这三个啊 有三层 其中有一个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遮光盖 那么这个就解决了我一个遮光的问题 因为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说 拿一个那个塑料袋黑的把它绷起来 但是黑的蒙起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注意透气 你要不注意透气 它那个芽就烂了 所以这个那个水培花生芽盒 它是花生芽盒 但是它可以 我叫它 我那就把它叫到水培各种蔬菜苗盒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遮光的一个一个罩子 到时候我做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的第三个宝贝 所以说经常是 就是我在开箱的时候 非常的激动 那么第四个宝贝呢 就是这个 这个干嘛呢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 腿部 你看 有时候我们 我们说我们要把那个小腿大腿要疏通好嘛 有时候你手啊 不得劲儿 你手没力气 这个东西呢 你看 它就是 你看 你就是这么推 你就觉得 哎 你看推的时候还有点痛哦 这小腿 小腿 它就这样 这就可以 360度 把你的小腿啊 都把它疏通得很好 所以这个就 特别方便 这个叫疏通 这个应该叫做筋络疏通仪 这个非常方便 它老上买的 挺便宜的 说实话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滑手机的时候 那个特别爽呢 因为说实在话 在淘宝上买东西 跟澳大利亚买东西相比 真的很便宜 所以就 哗哗哗哗哗 那滑的过程 特别的享受 这是筋络疏通仪 还有什么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疏通仪了 但这个就不是筋络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那个 就是 筋 筋 筋 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 感觉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血位了 有时候头痛的时候 就把 它这个就像一个小手一样 它很软 像手的感觉一样 我把这个地方 这样 可以自己按摩 很舒服的 自己按摩 很舒服 我呢就是喜欢养生 所以我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确实的话 有用手去做的话 很多地方做不到位 而且很累 就这个做呢 自己跟自己做特别方便 这是一个颈部的一个疏通仪 然后再看看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我一个美容仪 现在这个美容仪叫什么 大家应该很知道了 叫现在最 呃 这个 这个 现在 美容很流行的 叫热马吉 这个是我刚刚在淘宝上买了一个 就是家用的 自己跟自己做的一个热马吉 但我是刚买来 还没有试过 特别是女同胞们 都喜欢我们 呃 年轻一点呐 皮肤 漂亮一点呐 皱纹少一点呐 啊 皮肤亮一点呐 啊 就是年轻一点 那不知道每个人都是这样 包括我也一样 我也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经常问我说 就啊那呀 我觉得你 那个皮肤挺好的 看着挺年轻的 呃 你除了养生以外 还做什么呀 啊 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也经常会买一些 小小的一些美容仪 自己自己 在家自己做 还在外面做嘛 也挺好 但是 的确是有点贵 那么这个我刚买来 还没试过 以后我试了以后 我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仪器 怎么做 怎么好 哈 这是这个 这个啊 这个是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菜板 啊 呃 有很多网友的吧 经常会跟我说 说呀 Joanna呀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 什么样的菜板 比较好 因为说实在话 现在菜板哈 大家都觉得会涨霉呀 各种各样的呃 各种各样不好的地方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菜板好呢 那么我也买了 这个也是买了一个菜板 啊 我也当然现在刚买回来 还没试 当时试完以后 我会跟大家分享啊 这是一个菜板 我就不打开了啊 就是一个菜板 怎么个好法 到时候 因为我们家 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菜板 到时候我就会 专门把菜板做一期节目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什么原因好 怎么怎么好 怎么不好 啊 所以这是菜板 我就不打开了啊 这个呢 就是我买了一个超声波的牙齿护理仪 因为我 大家都知道 我因为有骨子疏松 所以我对牙齿的保护特别强 那么当时呢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 说他说他对那个牙齿的护理特别好 但是我现在因为又买了一个 在澳洲买了一个 那个很好的一个刷牙的东西 所以到时候呢 我跟他家一起来分享 啊 什么样的刷牙的东西 对我们牙齿保护特别好 这是 实际上就是一个 那个 牙齿的一个 保护仪 这是牙齿保护仪 这还有菜板啊 所以我买了好几个 这是其中的 这拉内是一个 这是整个两个 所以我买了好几个菜板 到时候我跟大家分享 每一个菜板它的 不同的优缺点 这是菜板 那这个呢 就是 哦 这个也是做 就是一些菜苗的一个盒子 那个筛子 那这个呢 就是我 因为我不是在跟大家说 我以后会做跟大家分享 怎么做筋油嘛 因为 没有这个就是像小吸管一样 所以我现在就买的这个小吸管 以后做筋油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 必须 因为做筋油需要这种小吸管啊 非常好 那么 我呢就是 跟大家 用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也跟大家很好的分享的 就是一个健康 健康店 这个一个健康店 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个健康店啊 这个健康店呢 就是说 呃呃 我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是从广州过来的啊 就是呃 我在广州 我十几年以前在广州工作嘛 呃 广州白云山 就有一个健康路 我不知道 去过白云山的人肯定知道这个健康路 因为这个健康路是一条比较长的 而且很多人喜欢去走 走的一个 我当我就告诉大家 我当时走的感觉哈 我当时穿着袜子 还是比较厚的袜子上去走 真的走不下来 为什么 太痛了 脚底太痛了 因为我们经过不通嘛 痛的 痛的简直有时候要窒息 虽然我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如果有个人在广州 你去白云山去走这个路 你肯定是会觉得 窒息 而且你会看到 当时我就看到有那么几个人 那如履贫路 走来走去很自如 我就问他 哎呦 我说我走 根本就走了一半 就要那个窒息一样的浑身冒汗 我说你怎么这么轻松的走啊 他说我们走了几十年 十几年 我们天天在这个路上走 走得我们整个精神好 经络通 所以说呢 我呢 以前也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经络的一个走走走路的那个 一个一个一个毯子 但是呢 因为由于我到澳洲来 搬来家搬来去也不见了 所以我这次又买了一个这个宝贝 这个宝贝非常好 我跟大家分享怎么走啊 这个很简单 就是你放在里面家 无论哪个地方都可以 你就这么一放 你看他这个家 这叫苏美间 这边他是一个角的印子啊 你看 他这个角的印子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可以看 看一看 对吧 大家可以看看 你看 他这一边呢 他是一个角的整个两个角的印子 而且他告诉你 啊 这个大字母 大脚子是老 岩 然后 那个鹅 甲状腺 所以他就说 你的角的整个角 角部 角部 他是各种各样的 一些血位 这些血位管哪些 你的脏腹 所以说你哪个地方痛得要命 你就去找 啊 我这个地方 里面说我这个地方啊 痛得要命 然后那个脚趾 这地方痛 你说找哪呢 你看 哦 这是眼睛 你看看哦 是不是我眼睛有问题 啊 这个 我这个地方痛得要命 那他这边对着 这是肝脏 心脏 所以说 你可以对照这个 可以自己检查 自己导定那个地方 自己检查到底哪些地方 是需要去调理的 啊 这个 然后这边 检查完了以后呢 就去走 当你走到 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走到所有的地方 都不痛了 那你整个的经络就通了 就在上面走 这样 你自己在家里面 你可以站着 然后慢慢的走 其实我穿的袜子 还是有点痛的啊 还是有点痛 你就来回走 你就来回走 来回走 天天坚持 刚开始肯定很痛的啊 所以我们 我把它买回家来 就是我们一家人 没事就在上面走 啊 这个是我 特别心爱的 一个 保养身体的 一个健身堂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 我非常喜爱的一个 叫做 拉筋板 这个我要打开 我也是 这个一定要 因为我以前做过了 这个特别好 所以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特别是喜欢养生的人 一定要去买一个在家里 或者是自己是 会做木工的也可以 自己再做一个 DON» 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不如先拿进去 对 还是要建议的人 对 所以我 我们来说 去年 这件事情 也好 这些办法 就是 了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 你看我今天特意把它拿出来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喜欢养生的人 一定要买一个 这个我把它叫拉筋板 拉筋板 它呢有就像一个 就是各种各样的 有几档 一二三这四档 这个什么作用呢 我给它演示一下 这个拉筋板 怎么个拉法 就是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站上去 可能刚开始站不稳的时候 我们站上去 刚开始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最浅的地方 我们把它这样这样站着 这样站着 大家都知道 这样站的是拉哪条筋呢 就是拉 脚后跟这个地方的这条膀胱筋 你就在上面站着 站着以后你就会觉得 这个两条膀胱筋 痛痛的 刚开始你就最第一格 慢慢慢慢的把它拉长了 你就往里 往里这样这么站就行了 站多长时间呢 最好是站个半个小时 每天能够站个半个小时 你就可以站在这地方了 然后拍拍头 拍拍腿 你就 脚上再拉筋 手上别闲着 就是浑身拍拍 这个 这个拉筋板 对我们的后面的膀胱筋 就是这条筋的拉伸 特别的有效 所以我建议大家 喜欢养生的 一定要去买一个 这个淘宝上买 也挺便宜的 这是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 第四 第四就是立起来了 这个最立起来的时候 刚开始一定不要立的 太厉害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筋呢 特别的紧 紧绷 要慢慢慢慢的拉 所以刚开始呢 是最前面第一格 刚才我站的 好 过一段时间呢 第二格 慢慢慢慢 就把这条 后面这条膀胱筋 就拉开了 那么今天我的开箱快乐分享 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也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故随 不义 没故随 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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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